如果有什麼問題 國外的狀況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想大家如果記憶深刻 大概會回到 至少會回到諾拉坑的時候 那如果再早一點的話 應該是2003年的SARS 那不管是SARS還是諾拉坑或之後 碰到的各種大型災難 其實每一次 災防制度就會被再度的拿出來說 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專責機構 問題是 我們的問題是在哪裡 從過去到現在 災防的主管機關 有沒有好好的去針對每一次應變過程裡面 每一次的災害準備準備的過程裡面 點煉裡面 教育群演裡面 機會裡面 甚至到後面的災害應變 第一現場操作過程裡面 還有災後從事這個部分的操作發生了什麼問題 去好好的一項一項的檢討 然後再回過頭來看 我們的應變制度 到底是需要如何來做新的調整 那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種災害應變裡面的 這種系統性的風險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非常清楚的掌握 我之所以這樣講 剛剛前面已經有提到 那個經濟部 他在流量管線經濟應變計畫裡面 其實他至少總共列了30項必須要做的工作 算是在準備 整備 應變 還有重建單次 那如果我們仔細的去看一看的話 我把它計算過 那個不合格的項目 超過三分之一 從準備 整備一直到後面的重置安置都有問題 我們根據媒體上面目前顯見出來的資料報導 然後去核對他先鎖列的這些項目 可以看到他的問題出現在哪裡 那比如說我們的獨在應變隊 為什麼搞了將近四個小時 然後才知道說是頂息 可是知道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台灣最專業的政策隊伍是獨在應變隊 大家是不知道獨在應變隊 他的經費跟他的這些人員是怎麼樣被入用的 他們目前都還是環保署的委託計畫聘用的人員 他們跟警銷不一樣喔 大家都在現場第一線 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是他們不是正式的公務員 他們是用委託計畫讓學校有專業的老師 當主持人 帶領的這些人出生入食 他們一年出勤的次數至少140 就高雄隊我看到的資料140 但是高雄隊是16個人裡面 當天出隊11個人 5個人受詐 那完了之後我們馬總統說 警銷的那個醫療他會付全者 可是只有警銷啊 應變隊 應變成員 他們不是警銷 那他怎麼辦呢 我們是從這樣的例子回過頭來看 整個災害應變制度 他其實是一個需要被檢討的地方 那你要說國外的看法是怎麼樣 他強調的是全災害的應變 所謂全災害應變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只看某一種類型的災害 來設計我們的應變制度 那我們呢 再回過頭來看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概念在面對這樣的災害 我們可能是用單一災害的經驗 然後呢 把它擴散到 或者是沒有剛剛前面講的證據的一基礎 然後就把它應用到不同的災害 我舉個例子 這男子 我也住男子 我家離五清大概五公里 離這次接受影溪的影長龍化工 大概是兩公里 非常近 我每天上班要經過那條路 叫做男子心路 那個男子心路上就是男子虛空所 虛空所本身就是一個避難所 你們知道 那個避難圖畫的是什麼嗎 避難圖在男子火車站 離避難所大概只有250公尺左右 它上面畫的圖就是雨天 大雨 豪雨 風災的時候的避難圖 所以它有淹水區 可是它有沒有所謂的化學性災難的避難圖 抱歉 沒有 那個避難圖是怎麼來的 它是在莫拉克之後 高雄產業的犧牲之後出來的圖面 那這個避難所 你們知不知道避難所的對面 不過15公尺 20公尺左右的距離 有一座橋 那個橋頭就冒出一個開關法 那個開關法是什麼樣的管線的開關法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因為 只有在地人可能才會知道中油的管線 那如果發生的事像類似像這樣子 有料管線的問題 如果是發生在這個區域 那我要去哪裡避難 避難所可能是第一個遭殃的地方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全災難的觀念 全災難應變的觀念 在設計整體的災害防救 這是補充前部長李宏遠 他所講的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災難防救專責機構 其實是要針對各式各樣不同類型的災害 災難去做思考 去做設計 那才不會有發生剛剛講到的 獨三應變隊的隊員 他們是憋疲的狀態 然後他們的人員其實很少 出奇的次數相當的提反 那他們過去被定位的 如果我們去看現在的那個毒化物管理法 還有毒化物管理法底下所衍生的定變 相當的規定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只處理毒化物 可是很不幸 這是丙溪它是不是這裡面被管理的毒化物呢 不是 他們偵測到現場冒出來的氣體 不是需要他們這個專業來緊急應變的毒化物 所以他們回到中央 然後呢 沒多久就爆了 所以如果我們不去用我們自己本身的資料 去談我們該有的災害應變制度的改變 那麼疑問要問說那國外如何 國外如何是參考 我們要參考是他們的概念 不見得是他們實質的設計 因為實質的設計是發生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脈絡裡面 我們的系統性風險的特質可能會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回來 然後呢不只是傾聽業者 不只是傾聽專家跟政府官員的聲音 還有一次在地屬於這種災害風險範圍內的人 他們怎麼看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今天的主題重點 就是資訊公開、公平參與 然後呢讓大家能夠得到充分的資訊 才有辦法去討論跟設計 我們未來希望的是什麼樣的政策 包括產業、包括災害應變等等 阿諺